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曾犯下美国史上最大限密案的前变性士兵曼宁,Chelsea Manning,近日传出已于本月11日向联邦选局委员会登记参选,由于以民主党员身份叫朱玛里兰州参议员。 原为男儿生的曼宁,本名布莱德雷·Bradley Manning,变性后改名Chelsea Manning,他曾于2010年犯下美国史上最大限密案,以美军身份在伊拉克担任情报分析员期间,泄露大量机密给维基解密,后在伊拉克被捕。 2013年医见结罪遭判刑35年,曼宁在狱中被获准实施变性手术,后因社会于前总统欧巴马卸任前的特赤令,减刑出狱,更在同一年以一身大红色连身泳装登上Vogue杂志,并开始为卫报等多家媒体撰写有关言论自由及况性别者权益等文章。 曼宁于本月11日向联邦选局委员会登记参选马里兰州参议员,但他不愿多谈这项参选传闻,仅表示将于下周对外发表声明。 曼宁将于6月底的党内初选与现年74岁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卡定,Ben Cotting,教主参议员资格。 卡定自2007年担任联邦参议员契金,曾担任同俄门调查的重要角色,被外界认为是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的任门人选,意味着曼宁将有一场硬仗要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